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推动长三角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原作用 系列报道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今天来看 互苏这晚加强重大改革创新举措系统集成 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九次专题学习 系列报道 权威访谈 今天专访中央财办副主任 中央农办副主任 祝魏东 部分地区秋凉作物和海洋渔业陆续迎来收获期 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与天气 各地积极应对 李巴嫩真主党称 保留继续回应以色列的权利 以色列称 未来还将发动对李巴嫩的更多突然袭击 俄罗斯称 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保障性关键能源设施 发动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称 采取紧急停电措施以稳定电力系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推动长三角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护苏浙晚三省一市仅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 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今年上半年 护苏浙晚三省一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5万亿元 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 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 总书记多次前往长三角地区考察调研 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把脉定向 总书记强调 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意义重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要推动长三角等地区 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原作用 为长三角一体化 向纵深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落实全会精神 不久前 护苏浙晚共同发布了 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 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 围绕九大领域制定165项重点任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区域协调发展 做出了新的部署 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 编制第三轮三年行动计划 加强重大改革创新举措的系统集成 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 产业竞争力和发展能及 确保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各项任务 加快落实 更好支撑和服务 中国式现代化 紧扣一体化 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 跨区域协同能力不断加强 今年起 三省一市启动 深化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体系布局 在安徽工业大学的 金属表面涂层实验室 一个由上海 江苏 安徽的 行业龙头企业 与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 联合发起的 钛合金材料众筹科研项目 正在进行 众筹改变了以往 单打独斗搞科研的状态 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联合 既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又提高了研发效率 实现共同出资 共担风险 共享成果 今年 长三角还将探索设立 基础研究联合基金 围绕重大公关任务 组建长三角创新联合体 我们将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 推动创新要素 在更大范围 畅通流动 构建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 催生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培育发展 新动能 紧扣一体化 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 也在加快构建 在海上 国产第二艘大型油轮加紧建造 有效带动了长三角地区的船舶配套设计维修等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在路上 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初步形成了四小时产业圈 全国约四成新能源汽车产次这里 在空中 一个低空经济产业集群正在长三角加速形成 支撑它的是上海正在建设的全国首批低空省计通航城市 江苏聚焦低空经济规划构建的70个通用机场 浙江培育发展的无人机全产业链 以及安徽着力打造的国内通航整机制造和零部件生产基地 紧扣一体化 长三角民生幸福圈不断扩大 8月起 长三角户籍信息动态项目变更等实现通办 长三角累计开通跨省通办服务170多项 以社保卡为载体 长三角实现50多个居民服务事项 亦卡通 接下来三省一市还将进一步提升省计交通出行便捷度 深入推进健康信息互联互通 探索医疗检查检验互联互通互认 不论是出行还是办事 省和省之间或者城市跟城市之间 这个界线好像已经不存在了 对我们来说似乎就像一个地方一样 面向未来 互苏这晚三省一市 牢牢把握高阵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 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 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制 着力提升安全发展能力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 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意见指出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 落实力得数人根本任务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 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 健全师德师丰建设长效机制 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 加快补齐教师队伍建设突出短板 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攻击 优化教师资源配置 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为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提供坚强支撑 意见强调 工作中要坚持教育家精神 助魂强师 践行教师群体共同价值追求 坚持教育家精神培育涵养 构建日常进润 项目赋能 平台支撑的教师发展良好生态 坚持教育家精神弘扬践行 助劳教育家精神践行主阵地 坚持教育家精神引领 激励引导广大教师将教育家精神 转化为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意见提出经过三至五年努力 教育家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取得积极成效 教师力得修身敬业力学教书育人 呈现新风貌 尊师众教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到2035年 教育家精神成为广大教师的自觉追求 实现教师队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成为常态 教师地位巩固提高 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形成优秀人才 争相从教 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 意见对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 涵养高尚师德师丰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加强教师权益保障 弘扬尊师众教社会风尚 提出了明确要求 8月26号下午 国务院已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为主题 进行第九次专题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师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 认真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 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加强和改进老龄工作 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复旦大学教授吴玉韶做讲解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国务委员王小红 慎怡琴做交流发言 李强在听取讲座和交流发言后指出 要客观辩证 看待老龄化发展新形势 既要高度重视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又要看到老龄化蕴藏着新的发展机遇 老龄人口也是宝贵的资源 要将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加强服务资金和制度保障 李强指出 要强化老友所养的服务保障 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完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 针对失能老人照护需求 发展长期照护服务 开展大规模技能培训 提高养老护理职业吸引力 要强化老友所依的资金保障 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要强化老友所为的制度保障 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 要大力推动银发经济扩容提制 李强强调各地区各部门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针对性的制定和完善政策 解决好重点难点问题 持续增进老年人扶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并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做出部署 新时期如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今天的权威访谈 来看记者对中央财办副主任 中央农办副主任 朱卫东的专访 朱卫东表示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是一项关系全局影响深远的重大任务 一方面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 重点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支持他们在城市真正扎下根融进去 另一方面要完善强农会农赋农制度 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健全推动乡村前面振兴长效机制 这是个新提法 更加强调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全方位支持 更加注重各方面支持政策的系统集成 强化保障粮食安全 完善农业经营体系 促进农民增收发展 优化土地管理等方面的体制机制 让留在农村务农生活的农民 过得幸福舒心 为乡村发展增添动力活力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是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是我们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全会提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朱伟东表示 重点是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要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30年政策 给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丸 同时深化承包地三权分制改革 发展农业试图规模经营 以小农户为基础 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 以实化服务为支撑 来完善农业经营体系 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 解决好谁来种地问题 促进农业现代化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朱伟东表示 全会重点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 强化制度保障 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硬件上重点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突出耕地保数量提质量 改革完善耕地占卜平衡制度 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 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 验收管理机制 确保建一块成一块 同时强调健全保障耕地 用于种植基本农作物管理体系 确保农地农用 粮田粮用 软件上突出调动农民种粮 和地方抓粮积极性 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 让农民种粮有钱证 决定提出的一大改革亮点 就是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 省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 在主产区利益补偿上 迈出实质不法 这是激励产销区 共担粮食安全责任的重大举措 让主产区种农抓粮不吃亏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出台文件明确 我国将从火电 输配电 风电等 七个方面入手 在能源重点领域 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到2027年 能源领域设备投资规模 比2023年增长25%以上 在火电方面 要持续推动节能改造 供热改造和灵活性改造 加快火电数字化设计建造 和智能化升级 在输配点方面 鼓励开展老旧变电站 和输电线路整体改造 加快更新 运行年限较长 不满足运行要求的设备 提高电网运行安全能力 在风电方面 鼓励并网运行超过15年 或单台机组容量 小于1.5兆瓦的风电厂 开展改造升级 通过升级改造 可以把我们新的 更坚定的设备 拥用到风电厂 光复电站中去 通过电网和输电设备 包括火电灵活性改造 可以增大对新能源的 消耐能力 可以支持更多的 新能源的开发 使我们尽早能实现 碳达峰和碳中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随着消费者 对消费品质的需求提升 今年上半年 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 持续扩大 冷链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加快 在河南郑州的 这家新能源冷藏车 生产企业 平均不到9分钟 就有一台新车下线 今年以来 我们车间的产量 比去年提升了316% 生产线的订单 已经安排到了11月份 企业生产节奏的加快 受益于今年 国家政策带来的市场需求 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已旧换新政策 明确要有序推广 新能源营运货车 支持冷藏车等运输设备 智能化 绿色化 升级改造 如今 购买一台新能源冷藏车 可获国家补贴3.5万元 进一步降低了 企业的购车成本 今年上半年 新能源的冷藏车 增长了293%左右 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冷藏车的这种技术 在不断地发展 现在新能源车 能够比传统的 燃油车的运油成本 减少3分之1 作为冷链物流的 重要基础设施 今年国家进一步加大 产品产地冷库的建设力度 上半年 全国冷库项目资金投入 207.18亿元 同比增长11.39% 从田间到枢纽 打通鲜活农产品产地 最先一公里 在江苏南通海门镇 500亩正进入收获季的秋葵 今年首次实现了采摘后 直接进入田间冷库 从源头开始保鲜 在江西南昌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 一个70万立方米库容的 标准化冷库 今年起正式投运 通过全变温技术的应用 可创造不同温区的冷藏冷冻空间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国冷链物流总额 为3.22万亿元 同比增长3.9% 眼下 我国部分地区秋凉作物和海洋渔业 陆续迎来收获期 今年各地通过推广新技术 新装备 夯实了丰收基础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当前东北地区水稻玉米 正在灌浆 大豆正在鼓励 南方双季晚稻 陆续进入拔结期 涨势好于长年 今年的秋凉田馆中 吉林 山东 陕西等省份 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 加密质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模式 江苏 江西等省份 今年则探索病虫害监测 和处置装备的全面组网 实现精细化田馆 眼下部分地区的秋凉品种 已率先迎来收获 黑龙江省200多万亩 鲜石玉米陆续开启收获 在青岗县的这片高标准农田里 种植户们第一次用上了 精碎兼收基作业 四川省水稻陆续开连 今年四川首次启动了 天府粮仓百线千片建设行动 广安的水稻千亩高产展示片 采用了侧身施肥 高效移栽 减学稳苗基叉等一系列核心技术 所有水稻千亩高产展示片 经过实收侧产 平均亩产均达到了700公斤以上 随着为期三个半月的伏济修鱼期结束 日前 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 已经开海捕鱼 在福建东山的后井码头 第一批出海归来的鱼船 正陆续进港卸货 连日来 这里每天进出海港的渔船 大约有120艘 卸鱼量达到1000吨 而在广东湛江 智慧海洋牧场也开启集中收获 今年当地投入使用的 横溢一号等深远海养殖装备 及近海养殖的部分重力式网箱 实现了传统养殖业的智能化升级 像这样的重力式网箱 每个可以产于10万斤左右 为市场提供更多的优质海产品 巴黎残奥会将于当地时间28号开幕 今天 中国体育代表团宣布 女子轮椅基建运动员孤海燕 和男子举重运动员齐永凯 将担任巴黎残奥会开幕式 中国体育代表团棋手 能有这么一次机会 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也感谢国家能给我们残军运动员 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能成为咱们中国代表团的棋手 心里特别激动 特别高兴 展现了一下咱们中国残疾人的这种精神 目前 中国体育代表团 各项参赛准备工作已就绪 各队正抓紧赛前最后时间 陆续开展适应性训练 提升备战状态 今天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队流天气黄色预警 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 北方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 昨晚北京开始降雨 截至今天下午4点 全市平均降雨量74.8毫米 局地超100毫米 相关部门上路职守 及时清理道路积水 保障居民出行 天津今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4小时最大降雨量超过248毫米 排水部门在积水路段 架设移动泵车等 加快抢牌抢通 确保通行安全 河北昨晚多地也遭遇强降雨天气 保定石家庄等地达到大暴雨级别 京广高铁保定东站 调用公交车 旅游大巴车等 疏导转运旅客5000余人次 山西山东多地遭遇大范围降雨 据气象部门预报 今明两天 华北黄淮等地有大道暴雨 其中山东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地特大暴雨 洪涝灾害风险较高 国家防总针对天津河北河山东 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今天会商分析研判 从8月25号开始 华北地区迎来强降雨过程 影响海河流域 大清河 紫崖河 北三河等河系 在确保工程安全的前提下 水利部科学调度 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充分拦续 为逊厚供水提供有力保障 辽宁葫芦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正加快进行 除个别村正常通信尚未恢复外 灾区基本实现通信正常 省市卫健部门为受灾乡镇卫生院提供充足的急用药品 组织医疗人员下沉 目前27家受损乡镇卫生院 全部完成清淤等工作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第24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将于9月8号至11号 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 目前已有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团 确认参会 本届投洽会以投资链接世界为主题 将举办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投资促进系列活动 为国际投资合作提供专业的公共服务产品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 截至8月25号 全国铁路鼠运已累计发送旅客8.02亿人次 同比增长6.2% 今天起到9月10号 全国铁路迎来学生客流高峰 预计将发送学生旅客650万人次 今天 西安至重庆高铁康渝段 重庆境内首座隧道赛马门隧道顺利贯通 隧道全长850米 为单栋双线隧道 设计时速350公里 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 重庆至西安的通行时间 将由现在的5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 据拱北海关统计 自2018年10月港珠澳大桥开通以来 截至2024年7月 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 总值达9021.9亿元人民币 经大桥口岸进出口货物收发地 以实现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全覆盖 市场涉及国家地区增加至230余个 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 我国海上压力最高的天然气开发井 深海一号二期项目A12井完成水下作业 测试日产量达到83万立方米 二期项目全面投产后 深海一号超山水大气田年产量 将从30亿立方米提升至45亿立方米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25号发表电视讲话称 离异边境局势升级 是因为以色列几周前 暗杀了离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舒库尔 纳斯鲁拉还表示 真主党在25号的袭击中 未使用弹道导弹 但将来可能会用 目前真主党正在评估袭击结果 并保留继续回应的权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5号在安全内阁会议上表示 当天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阵地的 大规模攻击并不是事件的结局 未来乙方还将发动更多突然袭击 美国国防部25号称 以下令林肯号和罗斯福号 两个航母打击群 继续部署在中东地区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上周抵达中东地区 本应替换在安曼湾 执行任务的 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5号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 对黎以临时边界地区 交火事件显著增加 深表担忧 呼吁各方立即恢复停火 全面履行联合国安理会 第1701号决议 埃及总统赛西 约旦外交部等25号表示 黎巴嫩南部不断升级的局势 可能导致地区战争 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 国际社会和有关各方 应采取果断行动 缓解紧张局势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 俄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 对乌克兰军工企业 保障性关键能源设施 发动大规模打击 俄军还在过去24小时内 对乌克兰两座生产无人机的设施 发动打击 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今天称 15个州遭受俄罗斯大规模袭击 俄军使用了无人机 以及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在内的各型导弹 乌多地能源设施遭袭后受损 乌国家电力公司 不得不采取紧急停电措施 以稳定电力系统 俄国防部25号称 俄军继续在库尔斯克方向 阻击乌克兰军队进攻 俄军还查明并消灭了 企图深入俄境内的 乌军破坏小组 乌克兰方面称 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 推进了1至3公里 并控制了两个定居点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伊朗外长阿拉格西25号 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 双方就扩展两国各领域合作 展开讨论 强调将继续通过对话 推进两国关系发展 双方还就不断升级的地区局势 交换意见 强调应制止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的犯罪行为 并确保人道主义援助 进入加沙地带 据英国媒体25号报道 伦敦诺丁山狂欢节期间 发生持刀袭击事件 造成三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当地警方还逮捕了90名嫌疑人 他们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 抢劫等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南太平洋岛国汤家附近海域 今天发生6.9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100公里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 未针对此次地震 发布海啸预警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 热带风暴霍恩 已经加强为一级飓风 并于25号经过夏威夷群岛 第一大岛比格爱兰岛 给当地带来风雨天气 并引发洪水 导致部分公路关闭 巴西东南部圣保罗州 近日灵活肆虐 目前该州已经有45座城市 宣布进入高度警戒 此外 据当地气象部门称 从今年年初到本月24号 圣保罗州累计发生的火灾数量 已经超过前两年总和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